文佐伊 最接近心脏的耳朵 佐尔 关于青春 关于记忆 佐尔向我们讲述了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 电影佐尔由苏友朋首度指导 是一部根据饶雪曼的畅销小说 佐尔所改编的同名电影 由陈都灵、欧豪、杨阳等主演 于4月24日公映 小说主要塑造了小耳朵 黎瓦拉、张扬、虚格等一批的就时候的形象 生动地塑造了一批性格有着差异的年轻人 极富张力的语言 完美地诠释了成长过程中的美好和疼痛 总会有些记忆中的场景 有着不情愿的抱怨 或许是为了通过体育考试而不停围着操场跑 之后弯着腰压着自己的膝盖的 通红着脸 大口喘着气 猛烈运动过后的几天 全身上下便开始肌肉酸痛 全身困乏 即将考试的时候 每天看着卷子 复习输入睡 甚至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直接枕着卷子 困得进入了梦里 在紧张复习 大型考试过后 总会约几个朋友或者是跟着室友 在大街上肆意地喊叫 觉得青春真美好 生活真美好 然后 在临别的日子里 通宵吃着小吃 喝着啤酒 或是在宿舍 或是在KTV包厢里 鬼哭狼嚎地当着卖壩 以种种独特的方式 纪念着走过的青春 女一号 陈都玲饰演的小耳朵 这是一位个性鲜明 个性里有着执着和爱的倔强 在倔强中对爱情 有着顽固的执着的女孩 17岁的她温柔 但却坚强 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听话的乖孩子 后来因为黎巴拉突然离世 而学着变坏 以自己的方式祭奠黎巴拉 与许也交往后 因南方出轨而分手 最后与张亮走到了一起 她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但是 小耳朵这么一个纯真 而又勇敢追求幸福的女孩 谁又能忍心看着她不幸福 小耳朵名叫李耳 虽受过伤 但她却是最后